大家好,我是嘴哥 致力于做一个白宝箱一样的频道 现在俄罗斯的社交软件Tenicram 也就是中文所说的电报是越来越火 由于使用人数的增多 同样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现在上面的人鱼龙混杂 出现了一些诈骗的人 有些人甚至会突然发一个莫名其妙的文件给你 像是伪装成表格的木马程序 或者是电脑病毒之类的 所以在上面 我们的隐私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不做好隐私设置 我们在上面和裸奔没区别 下面就把使用电报必须更改的几个设置 交给大家 首先点击左上角 然后点击设置 然后点击隐私 手机号码上线状态 转发消息个人头像 这几个我觉得都是有必要设置一下的 尤其是手机号码 这里谁可以看到你的手机号码 这里改为没有人 谁可以通过手机号码找到我 这里也改为联系人 然后点击保存 上线状态 这个影响不大 如果对隐私要求比较高的话 可以改成没有人 这里我选择没有人 继续点击保存 转发消息 这个影响也不大 对隐私要求比较严格的话 可以改成没有人 个人头像 影响也不大 同样对隐私要求比较严格的话 可以改成联系人 谁可以和我语音和视频通话 这里的话 建议改成联系人 或者是没有人 这个影响也不是太大 如果你怕莫名其妙的人 和你谈语音 或者谈视频的话 就可以改成联系人 或者没有人 群组频道 谁可以拉你进群组或频道 这个影响也不是太大 但是最近有一些打广告的 或者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拉人的情况比较普遍 这里我选择联系人 然后点击保存 这里显示很有敏感内容的媒体 这里建议打开 因为这里打开之后 我们的手机对于一些敏感群组 就可以加入了 同时一些敏感的内容 也会显示了 接下来说一下比较重要的 点一下高级这里 然后自动下载下面的这个 私聊 这里文件这里 一定要保持 我现在这种关闭的状态 一定要选择关闭 因为现在很多搞诈骗的人 会给你发送一些 莫名其妙的文件 有些就是木马病毒之类的东西 如果你下载下来 电脑很可能中病毒或中木马 所以这里的自动下载 这个文件开关 一定要给关闭掉 图片打开的话 问题倒没有那么严重 像另外的什么 原型视频消息 视频 GF 这些开关打开 问题都不大 主要是这个文件 主要是这个自动下载文件 这个开关一定要给关闭 大家记住 设置好以后 点击保存 同样群组这里 也是群组下面的 自动下载文件 也要必须关闭掉 频道 频道下面的 这个自动下载文件的 这个开关 也要 一定要关闭掉 也减少我们电脑 接受到别人的一些病毒 或者木马的风险 我之前就是没有关闭掉这个自动下载文件这个选项 就收到了很多次别人发的莫名其妙的一些文件 什么表格啊之类的 其实如果你打开了个文件的话 你电脑就会感染木马 而且杀毒软件是发现不了的 因为有些刚制造出来的木马 是具有免杀功能的 免杀的话 就短时间内 这个杀毒软件的病毒库里面 还没有它的特征 它是分辨不了的 起码也要过个几天 杀毒软件才能识别得了 但是谁又能保证 它没发现的那几天 你的电脑就不会被感染了 只要把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地方 设置好 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电报了 好 这期讲的东西比较简单 但是非常实用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 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这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